嗨,大家好,欢迎收看CS频道 今天的这个视频是想在这和大家分享一下 三个我们在投资房子时最常见的问题 第一,害怕无法负担购买房子时所需要用到的费用 好像投期压、日式费、印花税等等 第二,担心每个月收到的租金无法支付我们的贷款 或者担心我们的房子租不出去 第三,害怕管理房子时所需要面对所税的问题 租客没有定时交租金 或者你的租客没有好好照顾你房子之类的问题 今天呢,我在这次想和大家分享一个全新的投资型项目 可以避免掉以上我所提到的所有问题 天空之城是一个拥有永久地气 酒联包租计划每年拥有固定7%租金回酬的六星级酒店 该酒店是位于云顶高原 一个在马来西亚每年拥有超过3000万人数到访的旅游身地 在这里除了拥有全马唯一的赌场以及24世纪主题公园之外 你还可以享受着全马最凉快的天气呢 现在该项目还同时备有爪鸟配套 除了免付头旗、律师费以及印花税之外 还同时附送六星级的酒店、家室和室内设计呢 现在你只需要支付1万块的定金 你就可以拥有这个酒店里380方程的豪华套房 7%的固定租金是如何计算的呢 我在这儿用一个600钱的单位做个示范 假设买卖合约的价格是600钱 发展商不前给的优惠回扣是12% 回扣后的金价Netprice是528钱 我们在用以我们的Netprice乘以一个7% 就会得到一个36960块 这就是我们每个月会收到的保证租金 而我们在用这个固定租金除以12个月 我们就会得到3080块 这个就这样会是我们每个月的固定租金 在这里要是我们以银行贷款付论 以及偿还35年来计算的话 我们每个月只是需要还2550块给银行罢了 而我们每个月收到的租金 扣除了每个月需要还给银行的贷款之后 还会剩下一个530块的盈利呢 这意味着每个月我们不需要供 除了每个月多赚500多块之外 还可以在云顶拥有一个6星级酒店的浩华套房 在这所有的保证租金以及调亏 都会一一列领在租约里面 而所有的买卖合约以及租约 都会在你购买这个房子时一一给签署 每个月的租金发展上都会定时存进你的个人户头上 而你只需要坐的是在家里看看户头里面租金到了没有 也不必担心我们刚刚在video里面所提到的租客问题 管理的问题或者是房子需求等等 同时呢 该酒店还拥有的设施包括 热水的室内泳池 无边际的天空花园 空中雪茄房 和餐厅等等的酒店设施之外 每个小时还具备有专车接送到第一大酒店和雨顶游乐城呢 要是你们对这个项目有感兴趣的话 可以在下面找到我的WhatsApp link 点击然后可以联系到我 或者你有朋友正在找类似投资型产业的话 可以share给他们看看 也不要忘记了给我这个视频点个like 和订阅我的CS专页 我会在不定时 散传一些关于马来西亚产业的知识以及新闻 要是你们不是很喜欢这个项目的话 我再找找看还有什么更好的投资项目吧 拜拜 拜拜